大家好 我是曾永恆医生 要预防乳癌 要适时检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当中在西查方面 会分两大朋友 第一类朋友是一般大众家族没有遗传乳癌 一般在50岁开始 每年做一次乳房和超声波检查 第二类朋友是家族性有乳癌遗传的朋友 例如母女或姊妹有家族性乳癌的遗传基因 例如BRCA12的朋友 这些家族成员都建议他们定时做乳房造影和超声波和盘康的超声波检查 因为BRCA12的遗传基因的朋友 他们除了有乳癌的风险 也会有增加患上卵巢癌等的风险 在家族里面 通常多少岁做检查呢 我们给一个例子 通常我们会在家族成员里面 已经发生了有乳癌病变的朋友 她的岁数再减10岁 两姐妹一位在40岁 另一位在45岁有乳癌的问题 其他的健康成员 我们就会用40岁再减10 即30岁就开始做定期的乳房造影和超声波和盘康的超声波检查 知道大家对乳癌仍然有很多问题 我会继续在下一条影片再跟大家讲解多些 大家记得密切留意我们 癌症基金会的Facebook专页